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姿 今天這款遊戲 是叫做Cohoredes 這是日文 日文好像是這樣子念 那這款遊戲 是18星的遊戲 所以在Youtuber上面的觀看會限制18歲 你才可以看 那當然就是 有些圖片是不能放上去的 所以這個無法直播 只能用後製的上影片 那基本上 因為這款遊戲有語音阿 所以基本上我應該不太會多講話 除非藍主角的文字沒有配音 但我不想影響大家觀看 所以我在考慮有沒有配 好我們先這樣子吧 那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還有Twitch 好那我們開始吧 OK這邊是輸入名字 那就大師吧 大師?你確定嗎? 是 這是一個 顏樂酷暑產品 與經濟緣區的時節 剛從 打工地方下班的我 一邊聽著流行音樂 一邊走回家 以往 我都會先去朝商買個肉包再回家 今天的我 又不得不找回家的理由 不曉得 這次介紹給我的小說 是什麼樣的內容 背包裡 反而是同事寄給我的親小說 年紀相近的我們很有話聊 有時候 也會向他借書或是遊戲 我們就是世間所謂的宅 每次介紹給我的作品 都不曾讓我失望過 無論是親小說也好 動漫也好 每次我都能樂在其中 自己買的作品 都是進一些不怎麼樣的作品 總而言之 就是我沒有那種選好作品的眼光 每次都不會選到好作品 這麼一說 我還真是感謝他 這次的作品 應該也不會讓我失望吧 事情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就算是一個小孩子得到新玩具一般 興奮底走回家 我回來啦 雖然沒有半個人在家 因為沒有半個人在家 我就還是習慣性的講一聲 說起來還真是諷刺 好 從老家搬出來自己一個人住 已經好多年了 連因為都沒有的我 居然回到家 還會說我回來了 實在感到格外的淒涼 該說是家庭教育 教得好嗎 雖然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過 就 以離散來說 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等會 再來吃飯好了 忽略眼前的沙發 直接坐上床 趕緊從背包拿出那本 裝在紙袋中的書 要打開囉 這次到底是什麼樣的作品呢 邊這麼想著 邊拿出紙袋中的書本 啊 視線 被蜂蜜給吸引住了 蜂蜜是一個女騎士 以半裸之之 雖然穿戴盔甲 就顯得揉落不堪 雖然這次輕小說沒有錯 不過 還是頭一次被介紹這種美少女系的類別 那傢伙說我肯定會看到路迷 換句話說 那傢伙認定我就是喜歡這種類型的意思 不過 我也不是沒有看過少女動漫或是喜劇愛情類的啦 算了算了總之先看看再說 我想在這一點上我算是比較客觀的人 被別人介紹的作品 基本上不會先以先入為主的想法去看他作品 甚至會讀到最後一個字才肯罷休 至於適不適合自己在閱讀完作品後才會下定論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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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開封面 我開始讀了起來 別想像中還要有趣 甚至你放都可以不用吃 只想一口氣把它讀完 那種不像封面般 故事情節和腳上魅力都緊密入 描繪裡非常到位 在女騎士面為 面臨危急時 讓人不僅想一頁一頁放下去 特別在最後一幕讓人感到 刻意感動 建立無數的困難 女騎士發誓要繼續生存的那一幕 感到 感動到 不僅流下的眼淚 不過說穿的 這也是虛構的故事罷了 雖然說在歷史上過去 也不是沒有女騎士 不過像這部作品這麼戲劇性的發展 但我們女友就是了 別人這麼想著 別人從床上起來的那一瞬間 有一股強烈的光包圍著我 啊啊 這 這是什麼光 那股強光 就像半首場的照明一般刺眼 我睜不開眼睛 失去朋友的我跌桌在地上 就像是炸彈在我眼前瞬間引爆一樣 雖然沒有聽到任何的爆大聲 或是感受到衝擊 這 怎麼會是 我算是往床頭上方的光源看了過去 雖然還很刺眼 不過 卻不像剛才那樣刺眼 明明應該什麼都不會有的空間裡 浮出 不可思議的圖樣 這 這是 出現了像是魔法陣的圖樣 這東西 我好像在過去的科幻電影還是動漫之中看過 為什麼這東西會出現在我房間 雖然心中有點害怕 不過 還是試圖伸手去摸了一下 不過去什麼也沒摸到 咦 這一直是說這根本也不存在 我又再度去錯摸 無數次的嘗試後 讓它光的強度逐漸加強 啊啊 這這這 我要尖叫之餘 再度跌到地 真痛 邊裸著我的腰 邊注視那發光的魔法陣 不知是不是我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 眼前的魔法陣出現了異常的轉變 光的強度逐漸加強 但是在中心處 卻漸漸形成黑影 慢慢地形成一個人影 當然不敢是我的影子 這這不是在跟我開玩笑吧 當光的強度逐漸變落實 出現了一位我不曾見過的女子 怎麼會想像過 竟然會有一個女子從魔法陣出現 這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啊 別說對你能感到疑惑 就你想要去理解這件事來龍區嗎 都很困難 竟然出現一個女子 然後又從魔法陣中出現 這這 眼前從魔法陣出現的女子 身穿厚重的盔甲 如果說她是小說中走出來的人 也不足為奇 在日本幾乎不曾見過那套 那頭藥眼的金髮 那女子在魔法陣消失後 墮落在我的床上 在發出低軌的聲音時 身體不死地的顫抖 該不會是受了傷了吧 現在不是看著她那一頭金髮的時候 看著她馬上窗移的身去 腹部流著大量的鮮血 雖然還搞不清狀況 我便開了口 你 你還好嗎 彈到床上的她 試圖想要爬起身來 全身的傷痛使她抱著身體 捲縮了起來 那個 你的傷還好嗎 好像有流血 她聽到我的聲音 跳了起來 我還來不及反應她一把刀 將刀架到我脖子上 等 等等啊 她的眼神 眼色 突然間 瞬間的轉變了 暴 暴龍魔 你 你的意思是 默默 你 你的意思是 她的精神不太穩定 即便我說什麼都聽不進去的樣子 人生到目前為止 不曾這樣被對待過 我盡量讓自己冷靜下來 她看起來還是認真的 如果亂回答的話 恐怕對方會因此信以為真 呃 我其實不是誰的手下 你不是不是 Diablo的配下 暴 暴龍 那 那是什麼 叫到脖子上的劍 又更加的逼近了 這把劍是真的 可不是晚晚 再這樣下去 恐怕我的頭跟身體 很快就被一分為二了 我說的是真的 我 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這才此時 她手上的劍 掉落在床上 同時 失去意識 她腦在床上 啊 對我這場的騷動 實在感到驚訝 殺 這個人到底在講什麼 啊 之之中好像有什麼很大的誤會 先不做這個 這出血的程度 也沒有要做什麼啦 完全無法溝通啊 再繼續對話 一直白費力氣 不如說該怎麼去安定她的情緒 一下子想不出什麼好方法 如果是科幻電影的話 通常都會打震驚劑 可惜 這裡只是不弄的房子 我只是平凡的人啊 手邊不會有什麼可用的器具啊 欸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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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你給我等一下 他抱著必死的決心 將近將她自己脖子上 我 即馬躲下她手中的劍 你到底想幹什麼 喔 你到底想怎麼樣啊 搞不好清楚整件事的我 對她吼一下 但她卻似乎聽不到我的聲音 身份受傷的她 又再度失去了意識 腦中影片空白的我 變得倒到床上的她 冷冷自愈 到底該怎麼辦 到底該怎麼做才對 這樣她就受傷了 首先要做的是帶她去醫院 但也已經過了醫院看診時間 那如果急診呢 這準備打給1190 我冷靜的想了一下 等等 等會該怎麼叫她這件事 從我把這出現中的女子受了傷 這件事講得出來 沒有人會相信我吧 如果急救人員真的來了 萬一也因此通報警方 事情就要變得更加複雜 我想著想 放下 放下手中的電話 但我也不能就一直放著她不滾吧 但我到底能做些什麼啊 好啦這邊要選擇 要先試圖做些什麼吧 我先存個檔 應該是1吧 至少該做些什麼 我下定的決心 如果現在幫媽也在場就好了 先好我從媽那邊學到一點緊急處理的方式 我沒想到竟然是用到這個時候 從衣櫃裡拿出 我媽硬要我留下的急救箱 從箱子中拿出繃袋 準備幫她止血 這時候才發現一個致命點 這樣的話是不行的 身上盔甲的話是無法幫助止血的 這身盔甲一定要脫掉 不過這樣上次脫掉她的盔甲 她肯定會更生氣吧 可惡 可可惡 沒有那時間思考了 眼睜睜看著她這麼痛苦的樣子 不留不住些什麼啊 下一個決定 我要幫她突然 那身盔甲 在盔甲的背後 是白皙柔軟的皮膚 我盡可能專注在自己的精神 尋找流血的傷口處 雖然我對盔甲 並不是這麼了解 不過 是不是用一些輕薄的素材 製作而成的 這盔甲是真的嗎 至少這盔甲的質感 不像是那種COSPLAY 所做的仿造品 這點我可以保證 總盔甲上的大大小小痕跡 不難了解到這身盔甲 應該經營了無數的歲月 她到底是什麼樣的來歷呢 但我這麼想的時候 我找到她的初寫處 趕緊幫她止血 突然間卡特發出七成的聲音 雖然本來沒有意思 卻難難至於 說要和什麼謀對決似的 過去發生什麼事我是不知道 在完全吃血前 給我乖乖的別亂動 我這樣保持冷靜 在消毒傷口時 她不停亂動 從隔壁床上動著 牆壁敲幾聲 各位被隔壁誤會一聲 一堆年輕男女在深夜時 圈圈叉叉吧 不過我本來就沒有女友 天哪 這誤會給我更大了 但我也不能就這樣翻了一個沒有意思 卻不斷亂叫亂穿的女子在這啊 雖然內心感到萬分抱歉 我只好用毛巾 塞住她們的嘴巴 空拔到床上 拜託就乖乖的靜陽吧 拜託拜託 還有傷口並不深 暫時已崩在止血了 但如果還是這樣昏迷不行的話 是不是要叫救護車 這樣昏迷的她 外壓被固定在床上 終於比較安靜點 是睡早了嗎 從她口中聽到她睡 睡早的規律呼吸聲 這樣安安靜靜地 應該沒有問題吧 我也來去睡吧 使她太累了 我這樣站自己幫助她 等到她醒來時 肯定不明又是一場倒刷洞 抱著這樣的預感 我立刻失去的意識 最多夢想 不是過了多久 聽見好像有人發出聲音 是個陌生女子 身影的聲音 該怎麼說呢 整個房間都充滿著香味 嗯?這聲音是 我突然被眼前的螢幕給嚇呆了 被瘋狂捆滿在床上的女子 不斷地做事要掙脫 對齁 昨天我好像是 我把她綁在床上的 她好像要說什麼 一直瞪著我 雖然有點害怕 不過也不能這樣一直綁著人家 先稍微解開一點毛巾 聽聽她要說什麼好了 聽聽她要說什麼好了 那個 不不不不 我沒有那個意思 雖然主要是這麼說 不過現在她也沒有辦法自己解開啊 不知道是不是昨天所有傷口 還在隱隱作痛 所以才會發揮出 應有的實力呢 還好 不過我又好好的扎實地打擊 如果沒那麼多的話 現在應該是我被綁在床上了吧 不 最糟糕的情況是 我已經曾借下亡魂了 一行到這 我就不禁冒出冷漢 我 突然被這麼疑問 沒有說要殺什麼的 我可沒有這麼打算啊 那個 我幫你把毛巾解開 不過先說好 不行亂來 我慢慢把毛巾解開 結果那一瞬間 我的視線瞬間翻轉 一個強惡有力的衝擊 從背部飛來 我似乎被踢背到半空中 有 有溝通了 說好不亂來不抱走的 說好不亂來不抱走的 他好像發現他自己的傷口已經康復了 這是 我穿著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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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穿著背包 也穿著背包 要稍微放樓 我穿著背包 我穿著背包 你了 卡特爾指著包在身上的繃帶 是這樣沒錯啦 是不是我包的很糟 一陣什麼時候卡特爾解他束縛並開口 那也沒什麼啦 這樣說的話 應該只有幫他止血 和他 和讓他別亂動而已 那個你還是先靜癌一下比較好 說是康復 應該也不至於康復的程度 傷口確實不深 但也不是立刻就很康復的程度啊 看到他這個樣子 似乎也不需要我多擔心的 不能閒下來 是指 你也知道了嗎 暴流Diablo在我皇上伸手上伸手 我就是騎士團長 把兵打到Diablo 把Diablo倒滅 呃呃呃呃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根本就電影的設定情節啊 昨天才親眼看到他的魔法 我實在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不論怎麼看他 都不像是個陸名的角色扮演 這也是我感到很困惑的原因 沒什麼 我想知道那個魔王到底是什麼東西 卡克臉承下來回到起我的問題 不是很困惑的 已經有幾個國家 他已經被滅倒了 他被滅倒了 他被滅倒了 我被滅倒了 我被滅倒了 他被滅倒了 聽到這裏我默默舉起了手 突然覺得該說句話不知不覺舉起了手 就是雖然我不曉得那個某的事蹟 但是你說他回到戰線最前線 所以你最後是準備要去那裏嗎 決定了 暴流的軍勢要向著決戰的地 是雖然渠谷 上風之谷 雖然我不是很清楚地理知識 不過我當時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地方 聽到這句話 卡特爾用不可思議的言聲歪著頭看著我 是雖然渠谷? 是世界最広大的渠谷 不是 等一下 你能看得到那裏的衣服 這..那...那...那...這...那...那...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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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可以 那那這房子了 沒弄到我了 那我只看不到那裏的東西 你可以看到那裏的東西 卡特爾這麼說著 空間識別 年華 糟糕 沒發動 對嗎 這世界有魔力 塔塔爾邊囊囊之語似乎在思考這些什麼 從他表現的看來似乎陷入很嚴肅的問題 那個你還好嗎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能夠幫到你什麼嗎 沒有 我想要做的事 我想要一件事 貴君是我怎麼在這個房間裡看到的嗎 當然 我給他親眼看到 小光都忘不掉那重啟的螢幕啊 忽然有一個發光的魔法症出現在我床的上刀 然後 你就這麼出現了 塔克並未嘲笑我這方荒蕩的言論 對 他似乎完全能夠理解的樣子 他就在等我說出這個答案 我不經那麼人氣的 你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麼 對 怎麼突然說起這個 他看著我壓抑的表情 微微到來 暴流迪亞布羅是 時空間魔法操作 從哪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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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卡塔克是從異世界 來的 畢竟我也看到有魔法症 但接下來你該怎麼做呢 當然 他想都沒想的去回答我了 應該說根本不需要考慮 有美的世界啊 嘴上輕鬆的說 不過到底是要怎麼在這個世上生活啊 完全不認識這個世界 要安慰的過生活這件事都令你感到不安 你就說你要離開這裡是嗎 真的沒有問題嗎 就是要住哪啊 要做什麼工作之類的 呃...他完全聽不懂我在說什麼 穿那身裝扮要當有美根本不可能啊 雖然是這麼說 但如果要躺進這火醉 肯定也沒好事 既然他都說要離開這裡了 我還是不要管理他比較好 呃...不...不是 仙無沉悟的我 在他眼中似乎被附入了不一樣的解釋 那心遣いには感謝したいが 無関係の民間人 それも異世界の物の手を借りるとあっては 騎士の名織 いや...しかし 私の目的は 元の世界に戻ること それと比べれば 私自身の誇りなど よし 気空の心遣いに甘えよう この部屋を拠点として 機関方法を調査する 這...在這... 我...為什麼是在這... ここならば雨風もしのげるだろ 野英は慣れていると言ったが 避けられるものならば避けたい 這麼說是沒錯啦 もちろん 目的を果たしさえすれば すぐに出ていく それまで どうかよろしく頼む 卡特有說完之後 立刻玩下遙 我也找不到拒絕的理由了 我知道了 那我也一起來找 有沒有回去的方式 不用不用 真的沒關係 真希望他不要發出這麼大的声音 而且在租房子 是一個人免疫簽約的 如果被房東發現 還有一位同居人的話 是不是一定會硬是長房租 等等 同居人 換句話說 我是和女人一起同居 後知後覺的 我才發現這不真的事實 不禁張大了眼睛 該怎麼辦啊 從來沒有和別人一起同居過 不如說我連男性友人 一起住的經驗都沒有 真的有辦法一起同居嗎 雖然他身上盔甲 但是和這麼可愛的人 一起居住在這個屋簷下 嗯 嗯 這種威脅聲明在我心中 狠狠撈下印記 我想他不是說笑的 至少我心裡很確定這件事 我知道了 這件事我會記得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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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被他身上是很開心 反過來來說 他好像沒有幫我 把我當作一個男人看待 雖然有點窄耶 不過至少在卡克的心中 我是真的信賴的人 接下來會變怎麼樣呢 最最不安的我和卡克 展開了同居的生活 突然出現在我房間的女騎士 卡特爾 在我們兩個開始同居之前 有件事必須要先做不可 卡特爾 要吃些什麼 沒錯 這是早餐 雖然他也沒有直接說他肚子餓 不過卻了解卡特爾的文化還是無妨 食物? 哦 如果說的話 我會覺得有點空腹 我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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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小動物 果然不住所料 他無法盧獄這個世界 這附近可沒有什麼動物 讓你去獵捕啊 我就準備弄一下東西吃好了 你在那邊坐一下 沒有 但是 貴重的食物 別客氣 你就理解成 出於我的好意就行了 說是珍貴嗎 或許真的很珍貴吧 畢竟靠打工所賺的錢也不多 生活上手頭也是蠻緊的 但是總比他出去外面發生什麼意外來的好 他還是大家比較安全 對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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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我先廚房 打開廚櫃 他迅速吃完我做的炒蛋和草莓果醬的廚師 吃完後還說了他的感想 其實我也沒有什麼特別做 是這樣嗎 其實其實這份工作也是蠻辛苦的 可以說要有女子去和什麼魔王葬戶之類的 跟他擔心的是這件事啊 我畫上的不同啊 突然花學到這點 為什麼沒有辦法對話 照道理 來說兩個分屬不同的世界 語言應該不通才對啊 收到知識神的加持式 就像萬能的翻譯那樣 有這麼方便的東西 我也希望可以收到加持啊 那說他家屬人有什麼需要什麼特質嗎 哦 原來如此 只需要靠神加持會具備這個能力啊 還真是羨慕 是可以了 不過你有任何線索嗎 沒有 但是方法也有 是 這個世界 沒有魔力 但是 一種奇妙的反應 能夠確認 那邊是 秋葉原 現在秋葉原是動漫的森地 比 比起以前更具前衛的元素 隨著城市開發市井變得更加漂亮 但是 街上的小道 還是可以感受到 過去就有的氣息 但是 完全無法想像那邊會有的東西 和異世界有關 秋葉原 不是熟神殿 是秋葉原 秋葉原 她說把良心的名字搞混了 嗯 好 就算什麼 在那地 恐懼有什麼魔力 在那裡 我們去找到那裡 我們去找 什麼 管理 什麼 他也跟我來 旅行 要不需要 好啊 好啊 他要認真的表情看著我 從他眼神中看到似乎有什麼不能說的秘密 好 我們在這邊做個結尾好了 第一集 好 那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那謝謝大家的支持收看 掰掰